关注新闻焦点解析话题观念 优势频道YouChannel焦点话题 关注新闻焦点解析话题观念 欢迎您一起来关心本周的优势焦点话题 我是张志斌 上个周末有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示威抗议活动 在全美国40多个城市同步的展开 声援纽约市警局的华裔警员梁彼得 梁彼得原本是纽约市警局的一个年轻的警察 2014年11月24号晚上 当时就任一年多的梁彼得奉派跟他的搭档熊Lando一起 到布鲁克林区一栋政府拥有的公寓大楼去巡逻 当这两名警察要从八楼往下执行巡逻任务的时候 梁彼得他是左手持枪 右手拿着手电筒 用右肩去顶开这个楼梯间的门准备要下楼梯 由于突然听到一件声响 梁彼得他持枪走火射了一发子弹 子弹打中了墙壁之后反弹 击中当时在七楼楼梯间有一位28岁的黑人男子 葛丽他的胸部 而葛丽送医之后不知身亡 梁彼得也被起诉包括二级过失杀人罪 以及独职在内等等一共有五项的罪名 而经过漫长的审理程序之后 陪审团判解五项罪名全部成立 而华人社会对此多表示不满 主要的原因是第一 第一案发地点是纽约警方公认的高危险区 派遣资历一年多的菜鸟警员明显调度不当 第二梁彼得因为压力太大而紧张走火 打死人当然有错 但是被控以过失杀人罪似乎又太重了 此外更让华人愤怒的是 案发之前在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的白人警察 杀死一些黑人民众的案件 好比说在密苏里州的佛格森 有警察打死一个黑人青年Michael Brown 还有在纽约有警察勒死黑人的小贩Ed Garner 这些案件的白人警察都配判无罪 但是梁彼得却配以重罪来起诉 并且罪名都成立 最高可能要监禁15年 不禁让人觉得有种族歧视方面的联想 认为说这是司法当局 为了平息非洲裔的族群对警察的愤怒 而找亚裔的警察来当戴罪羔羊 特别是还有报道指出 从1999年以来 纽约总共发生过179起警察执行误杀的事件 其中只有3人被起诉 而除了有一个警察 他是有意识的连开5枪被定罪以外 就只剩下梁彼得 他无意识开枪走火 但却要面对最高可能判处的15年的徒刑 而在案发之后 纽约的警察公会 似乎也不像以往支持其他警员那样 很力挺梁彼得 这一连串的事情加起来 终于引爆了华人社区的愤怒 当我们在思考一个案件 是否成立的时候 大概可以分几个层次 第一是被告是无辜还是有错 也就是他到底冤不冤 第二是他犯错是有意的还是无心的 也就是他有没有犯意 第三是他被起诉的罪名是否得当 第四是量刑的刑度是否相称 这四个层次是循序渐进的 如果前面的成立的话 再考虑后面的成不成立 首先再来看看 这个梁彼得他是不是无辜 那么很显然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当然我会说 纽约市警局的任务分配 甚至警察的养成勤务训练等等 都有瑕疵 但是这仍然无法掩盖 梁彼得他开枪打死人的事实 第二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这个问题就引起相当的争议了 首先在开枪的部分 根据两位警员的描述 他们是在过分紧张之下 听到声音一不小心开枪走火 但是陪审团对于这一点 其实也有相当程度的保留 首先 梁彼得当时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威胁 按照规定他的手指头 根本就不应该 也不需要刻意地放到 那个手枪护框里面的扳机上面 其次 梁彼得他的配枪 是一支Glock G19的90手枪 这种手枪的标准版的扳机重量 大概是5磅多 也就是说要5磅多的力道才可以扣下去 而纽约警局的特制版 它为了防止走火 加了一倍的重量 要差不多11磅半到12磅的力道 才能够激发下去 我有个朋友 他是设计爱好者 他拿过好几面的 弯曲华云会设计比赛的奖牌 他就跟我说 Glock仅用90手枪的扳机 就算是他们设计好手 也要刻意地去用力扳才能扣下去 不像我们一般想象的那样 好像手指头一不小心碰到就会开枪 像玩具枪那样 有报道就指出 12名的陪审员在检查过这把枪之后 多半不相信 梁彼得会一不小心走火 而这也成为他被判有罪 相当关键的因素之一 此外根据他搭档的警员的供词 梁彼得在开枪之后 首先的反应 他是很慌张地说 我会被炒鱿鱼 然后他去找子弹的弹壳 而没有下楼去确认 有没有打到人 但是当时在七楼楼梯 中枪的这个被害人格力 他已经中枪惨叫 还往下跑 跑到五楼才不知倒地 他的女友也在五楼哭喊求助 而梁彼得警员 在发现他打到人之后 他也不让他的搭档 马上用无线电通报救护车来急救 他自己也没有现场施救 前后拖了好几分钟 才打电话报告给上级 而最后这个救护车 还是被害人的女朋友 请邻居帮忙叫的 也就是说 他开枪也许是无意的 但是后续的处理 却明显失当 而这也就是陪审团 对他是否真的不是故意 抱持怀疑态度的原因 接下来就是第三个层面 他被起诉的罪名是否得当 梁彼得被控的罪名 包括有误杀 刑事疏忽的杀人罪 二级攻击罪 二级疏忽导致危险 还有毒职等等的罪名 这些罪名有各自的 专门的法律定义 我们一般人或许很难以判断 但是如果光就前面讲到的 一些事实来看 就字面上来说 梁彼得他的确跟这些疏忽 或是毒职之类的罪名脱不了关系 他被起诉也不能说是完全无辜 至于第四点量刑是否合理呢 只要等到四月份正式的宣判 才会知道了 身为在美国的华人 我对于梁彼得案感到非常的痛心 也乐见华人可以团结起来 为华人争取权益 但是要提醒的就是 无论这个情况多么令人悲愤 事件多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都应该要保持冷静 尽可能的检视各方面的说法跟证据 才能得到比较接近真实的结果 美国的确存在种族问题 我个人也相信 有一些案子的判决 含有复杂的种族甚至政治的因素 但我们也要晓得 美国的司法案件都是独立审理判决的 其他类似的案件判决不公 并不表示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 就一定有偏见或者有歧视 而案件审理过程当中 被告的态度跟辩护策略等等 也很可能会影响到判决的结果 而这却往往是很多媒体 尤其是华人媒体所忽略的 我个人不反对华人集合起来 唤起美国社会对种族问题的重视 但是诉求的重点应该摆在 族群的平等跟公平正义 而不是一味的要求 为某一个特定的对象来平反 如此才能够得到主流民意的支持 否则的话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让华人或者亚裔反而成为重视之敌 今天的优势焦点话题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关注新闻焦点 解析话题观念 优势频道YouChannel焦点话题